大家好 我叫张一伟 平时呢 我喜欢画画 也喜欢摄影 现实生活中呢 我是一个理想的乐天派 善于自我调节 然后喜欢倾听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与美术教师教育 或者是与美术相关的工作 以及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今天的选手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今天叫德智体美劳专场 就是我们所选的几位选手 有体育很棒的 有绘画很棒的 还有音乐很棒的 是吧 说一下这个在生活当中 学业 品德各方面 父母有什么要求 就是我小时候学习不是很好 学习绘画吧 是因为从小我也喜欢 就是写写画画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 就是老师也看到我这方面的特长 然后家长也知道我喜欢画画 然后想考大学的话 就建议我学习美术 那就是说是美术这个东西 除了你喜欢也有他们的建议 对 我爸妈对于我就是一直就是莫名的自信 就特别看好我那种 就是逢人就夸你是吧 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来参加这个 我爸妈就总会说你能行的 你在这儿如果播的话 我先给我爸妈 如果播的话那肯定是要播的 对 我要先给我爸妈道个歉 对不起啊 做事了啊 做事了啊 来说说坦白坦白 就是我大学谈 谈就谈了呗 这有什么好道歉 但是我爸妈 不知道 我妈还好 对 有感觉说了又没有结果 还不如不说 所以你爸妈还是说 要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是吧 对 其实听话这件事情啊 如果说是那种从善如流的听话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员工的品质 你觉得听话是一件好事吗 对于女生来说是 好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她跟别的专业不一样 她是学创作的 本身创作这个专业 她就应该是不听话 所以那你能不能解读一下 就是你这个听话的优点 和你现在的专业 然后是怎么匹配的 因为刚到大学 接触的是果化嘛 它是一个从头开始的过程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离魔 就是等到你的基本功扎实的时候 才会就会自己发 就是进行一些创作 其实我觉得 一伟在心目当中对听话 应该有自己的理解 我们听话 不是说你爸跟你四点打电话 说你四点必须回来 如果这个时候 你有重要的工作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回去 是因为父母觉得 你还不能够具备一种 保护自己的能力 和识人变人的能力 所以他们只是比较担心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对听话 不要狭隘地理解成说 你爸让你四点回来 你就得四点回来 你爸妈不许你穿这样的衣服 你就一定不穿 而是当你够了 可以了 你真的可以去分担你父母 所谓的孝敬的这个责任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那个听话 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听话 你可以 你行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小叶和东东的说法 小叶在聊的是岗位 在聊职场 东东在聊的是你的人性 首先听话这件事情是辩证的 有些岗位就需要听话 有些上司就需要听话的下属 但同样有一些岗位 不一定要听话 听话做不好 但如果他是按部就班的 去教小朋友怎么学画画 这个时候反而太多的创作 有可能把那些方法论 把原理可能更加跳过 其实说句实在话 与其说听话还是不听话 不如在听话当中加一个字 进入职场 你要听懂话 你要听得懂客户的话 听得懂家长的话 听得懂上司的话 他把的是规矩 做什么 就是教四岁到十二岁 就是简笔画 素描和那个动漫 除了实习做过这种教师之外 还做过别的吗 跟专业不相关的也没事 有 就上海 就上海干嘛 就电子场 流水线 对 挣钱 对 你的那个应聘简历上说 你期望的工作地点是上海 对 你喜欢上海 特别喜欢 就是从小就很向往的一个成人 为什么呢 上海 就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吧 那要挣多少钱一个月 想要多少钱薪资 六千 六千 上海 干什么呢 就是我目前想到的和自己专业相关的 其实就是美术教师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有 也有教师资格证 你考了是吧 对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 一般还可以 只选上海 别的地方去吗 北京来吗 北京也考虑 然后就是 或者是实在没有的话 我也考虑正轴 但是我最向往的就是首选上海 来 第一轮选择 薛露 他的爸爸对他特别严格 是想把他教育成一个好的孩子 但实际上听话的孩子 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一个是有出息的孩子 但是我们其实很可喜地会看到说 这个选手其实他是有选择性的 他并不是说照本宣章 我完全听我爸爸的 而是他有自己的主见 在这一点上 我个人是非常的欣赏的 还有十一战争 天生我友 天生我友才想要展现什么 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绘画作品 做了一个PPT 人家带了好绘画作品 好 来 这个就是我大四的时候一个毕业创作 非常喜欢牡丹江的 就是蓝天白云 给我震撼很大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画的就是花鸟 然后这个是篆客 这个就是我们的写意画的竹子 然后平常自己喜欢就是看一些书 然后就想着画一些书签 然后就利用自己学的写意画到了书签上 然后这是现场带来了几幅 这是侍女图是吧 侍女图 对 对这个作品评价怎么样 我这两幅画还是挺高的在班里 然后这一幅就是自己毕业创作前 其自己画的一个创作 那你说一下你为什么要创作一个跳芭蕾的 跟你的这个风格截然相反 跟古风截然相反的一幅画 因为女孩子都有一个功夫 我是其实挺想学舞蹈 你模仿一下这个动作 背朝着呢 这个就有点困难了 模仿一下 好了 姑娘 你是不是上学的时候 你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像学人体这一课 没有 没有人体写生是吧 就是油画的有这门课 但是我们就是中国话没有 明白了 如果你要是还想在这个上面深造的话 我挺建议你可以学人体写生的 行 对 结构有点 对 它结构可能还是稍微平了一点 北上广泛这样的城市 对于基础的美术教育的需求是什么 不是让你照着画 是要激发孩子的这种灵感 是要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在现在这个阶段 他应该做的是努力去学习 把它提升它的专业技巧 而不是说现在就靠这个 去在大城市求得一份谋生的岗位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2019年应届生月薪不足六千 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你所在的平台 对此你怎么看这句话 就是如果对于我们去上海 或者北京这些一线城市的话 这个月薪真的是对于自己平常的吃住 有一些方面的困难 然后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你所在的平台 这个我是赞成的 你第一句话所指的是 如果在北京和上海 六千不够 我觉得六千是 经济收入是必要条件 甭管你平台不平台 对吧 但除了这句之外 你又觉得平台的确是很重要的 那你综合起来到底是在乎平台 我觉得他是一个同理性特别重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特别适合 与人打交叨的工作 比如可以从事下销售 因为你内心还有一个很强的小宇宙 那销售这个岗位 我觉得是能够让你燃烧的 我们反馈一下到意味着来 如果跟张岳专艺毫无关系的岗位 在一线城市考不考虑 看哪方面吧 比如说你自己觉得 你肯定想过这事 万一我要在一线城市 我想过 但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去做什么 就是销售的话 销售行政都可以考虑 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想别的岗位呢 其实他有本专业 没有 没有说他不干本专业的事 是说如果找不到本专业的 或者今天给了专业其他的 你考不考虑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建议 因为我真的是除了自己的专业 就是如果出去做其他工作 好 我再问你一点 你刚才说上海也可以 北京也可以 最后退回郑州也可以 你这样的一个考虑的逻辑是什么 首先 真的是首先是上海 怎样才会不在上海呢 上海没有工作 就是找不到 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找不到 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就退 往回退 往回退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还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或者与专业相关的 是这个意思吧 你看他的逻辑很清晰嘛 他有逻辑的嘛 找不到我才往 无论是他的专业 还是他的学校 的的确确 就是就业的一个难点 但是的话 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 是这个女孩 她对于一线城市的向往 和那种坚定 她需要一个这样的机会 第二轮选择去核林 不是 我这个的话 我必须我得反对一下 我们现在的招聘的话 你们的示威太局限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看一个人的 纯量的同时 我们更愿意看一个年轻人的潜力 如果今天的话 你愿意跟我去上海 我带你揉 我承认当时的话 我非常的情绪 我最真实的想法 就我知道这个孩子 他就是需要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我自己 我也希望那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当老板 所有的老板帮他去灭灯的时候 其实我是崩溃的 我觉得我会给你两个岗位 如果是说你来做猎头的话 我愿意从最初级的猎头带你 第二个岗位是说 我在做一个猎头的平台 那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是要帮助很多猎头公司去做市场 如果你愿意跟我走的话 我建议你的话 去跟我一起做市场 底薪六千块钱 我带你走 好 谢谢 我会在一年之后的话 我传媒公司 你跟谁走啊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靠谱你不靠谱 我只是说他在胡乱选择 我相信如果这个真的是在线下的面试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的话 我觉得这种质疑是对的 但是如果是在菲尼莫属的这个舞台上面 我作为一个严厉志愿专家 我去给他职位 我并不认为是说 他的选择是唐突的 对于其他方面 我真的没有明确的规划 所以我听到一个人说 他要带我 就是他会教我从头开始 可能没有思考太多 就愿意去的一个傻疤 罗长为一个规律 就是亮灯跟灭灯比起来 灭灯比亮灯 有的时候靠谱的效率更高 一个企业灭灯 更多的要么就是没有岗位 要么就不看好这个选手 就只有两种原因 这两种原因都基于靠谱 但留灯的 有基于我欣赏 我有岗位 有基于我想表现自己 有基于我想跟别人对战抢人 所以其实灭灯本身 其实是靠谱的 并不是说一定都是灾难 今天虽然全灭了 但顺应自然 这就是你迈上职场的第一步 也许是因为与专业相关的岗位不多 也许是因为有些人不看好 但这就是事实 所以当我们面对拒绝的时候 不要失望 也许你遇到了一个靠谱的选择 只是你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做好准备而已 建议你赶紧回去去找点工作 实习一下 谢谢 好不好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